其实有些话 我想了好几天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开口 张管长 你先说 你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吃东西吗 我不知道 这是我以前 经常陪我男朋友 来踢球的地方 我们俩也是在这儿分手的 今天我看见他了 我一朋友非要跟他打视频 我就在视频里那么一晃 看了他一眼 跟原来一模一样 就是那次我在酒店见过的你 不不不 不是他 是我认认真真地谈了四年的男朋友 我当模特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我命真好呀 不管我脾气怎么坏 他就只是笑眯眯地冲着我 他说我像栗子 外表看起来油光正亮的 里面的人色得让人瞎不去口 如果你想吃呢 就得用大火烤 烤熟了就香了 他用火烤了我四年 眼看着我就要熟了 他的火灭了 我以前觉得吧 人活一辈子 谁还不是百年陪自己 能交上朋友 是缘分 能遇到爱人是福分 后来他一撤我就慌了 没有他之前一个人没心没肺的床 不知道人心可贵啊 被他真心实意地暖过之后 火一灭就觉得冷了 后来我也谈过新的恋爱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 掏心掏肺那么动心 就这些年 我没谈好过一段恋爱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适合 跟别人在一起吧 人的情感就那么多 如果在一个人身上 耗光了 榨干了 就会变成一个空口 所以张光正 别再找我了 你的真心应该给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在我身上 我和他不一样 有问题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丢下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我自己 我真的不敢也不想再看你 开始一段恋爱了 堵不起了 至少我妈现在还有一个变态女儿 如果再经历一次的话 我不敢保证我妈 还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活 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你说 我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我是想说 那天你走了以后 我做了两个菜给他们 挺好吃的 我特别想下次做给你吃 好 谢谢 谢谢 但是不用了 以后就别再联系了 我拒绝你是有负担的 可是我不计约你 我又不能让人喜欢我 每天让你为我做这做那的 我也不是那么不懂事的人 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 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所以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吧 拜拜 是 赵友恩 浪不浪费我说了算 既然我遇见了你 不顾着你 我不会离开的 发展之间 说字幕明显 不顾着我 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持有 懂吗 你都一路持有到现在了 炒股炒成股东 说就是你吧 没错 我就是拿他一股 我也是股东 重要的是心态懂不懂 得有主人公精神 我看你现在连豆子的主 都快做不了了 挑动家庭矛盾是吧 那你想咋的 你说这小郑郑怎么还不回来 我觉得这次有戏了 要不然他也不会到现在 还不回来 照这个发展势头 估计他得是咱们当中 第一个搬出这屋的 你说呢 干吗 想到徒弟要出阁 伤心了 我没你这么乐观 你忘了上回他说 他要自报身份呢 对啊 对啊 要坦白也不会是今天 女生破电话的请他吃饭 他说这个 他也太不开眼了吧 他也不傻 老王 老王 要我说呀 咱找个新摄友也未必合得来 咱就一人多掏点 把这阳台改造成一个茶室家酒吧 在这儿摆两个小沙发 种点花花草草 白天可以在这儿晒晒太阳 晚上可以看看花园夜景 喝点小酒 你说咱酒店该处理 迷你吧里的小洋酒了 那也处理不得咱这儿啊 不是吧 老王 老王快过来过来 快快快 怎么了 快快 走走走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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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冷 走 那位姐爷看着高档那可什么似的 说白了 也是个俗人 知道你是个门童就白白 你也没什么好留恋 也不能这么说 就信我们小郑郑贪图美貌 你不许人家看看社会地位 经济条件什么的 你啊 也不用太难过 说了就说了 堂堂正正地被甩 总比假模假是他上位强 对吧 来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坦白 他把我就彻底拒了 那为什么呀 就是被拒绝了呗 话还说得挺绝 让我别再找他了 你呀 起码努力过 咱们不遗憾 不遗憾 我没事 我就是担心他 先吃萝卜淡草心 其实永恩 他根本不是看上去那么坚强 我看到他伤心难过 我就想陪着他 哪怕什么都不说 我也不想让他一个人待着 就能让他继续 好 就能让他来 他的感觉 我看他 最后 就能让他去 你 来